1959年西藏施行民主改革 50年来在党中央的殷切关怀下 在西藏人民的共同奋斗下 西藏实现了从黑暗腐朽的封建奴奴制度 向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历史跨越 从今天开始 我才将在新闻联播节目中 推出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系列报道 今天播出第一集 新西藏新生活 这个环抱在群山之间的村庄 就是被称为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的克松村 克松村位于山南地区乃东县 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 克松村在西藏第一个完成了 从封建奴奴制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 当时克松庄园的408名奴奴 在获得新生的同时 也用投石子的方式 民主选举出了他们的第一位带头人 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 从这一天起 在克松村 不管大事小情 民主义事 就成为最被认可的方法 早气既环保又省钱 希望政府能够推广 村里的卫生室太小了 希望能改善一下 眼前这热闹的场面 是自治区两会召开之前 人大代表向克松村村民 征求建议时的请柬 村民代表 洛桑取达告诉记者 对于村民提出的建议 政府都会一件件督办 一件件落实 前两年我们提出了修路 和改善饮水的建议 最后都得到了实施 现在村里的路非常平坎 饮用水也非常干净 今年已经77岁的洛桑取达 和妻子洛桑取真 都曾经是克松庄园的农奴 他们告诉我们 在民主改革之前 农奴是没权利向领主 提任何要求的 有一次 他不小心说了句 冒犯领主的话 就被打了一百个大嘴巴 老人说 多亏那年他还是个孩子 否则舌头就被割掉了 我从八岁就开始当了知差 每天要给农奴主出劳力 那个时候在路上 如果遇到了农奴主和贵族 就要这样脱帽行李 否则就会挨打 洛桑取达说 那个时候 许多像他这样的小农奴 每天都要睡在阴冷的仓库里 有的甚至和牛羊睡在一起 农奴主对他们 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如果病死饿死 家人只能得到一条草绳作为补偿 老人还说 那时农奴都不识字 所以如果借了领主的债 领主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民主改革后 洛桑取达在扫盲班里 第一次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 而让他更高兴的是 如今村里最漂亮的建筑就是学校 自己的孙子罗布 不用掏一分钱 就能在这里读书 洛桑取达说 他这一生当中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民主改革 给了他比金字还贵重的自由和尊严 如今他和老伴都上年纪了 但生活却更加悠闲 因为他们再不用为钱发愁 看病国家有补贴 儿子达瓦次人在政府的扶持下 也成了致富能手 去年靠政府无常提供的藏香猪子猪 养猪的纯收入达到了七万元 我们客村村现在30%的收入来自于农业 20%的收入来自于牧业 而一半以上的收入是靠搞运输 去年村里的人均收入达到了6300元 我觉得没有共产党 确实没有今天的新西藏 没有共产党 也没有今天的西藏百万浓浓的 后代的幸福生活 2008年 西藏全区生产总值预计完成392亿元 比1959年增长了225倍 2009年1月19号 西藏百万浓浓解放纪念日设立 西藏老百姓的日子将会越过越好 将会充分享受着在社会主义 中国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和当主人的制度 神圣的自豪感 目前西藏居民人均寿命 已经从1959年的35.5岁 提高到现在的67岁 人口也由100多万 增加到280多万 2009年 西藏用于各项事业发展的财政支出 将接近400亿元 一个全面协调发展的西藏 将掀开新的一页